好 我們剛剛講義裡面還有一個解析度跟像素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簡報 我們稍微看一下 其實我們的影像有分兩種 一種是什麼 點正的 一種是向量的 那因為我們要做影像處理 所以要先認識一下 如果是屬於一般我們照片式的 照片式的 它就是有向量 不是 那個像素來組成 所以你真的把圖片放大到很大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樣一顆一顆的 像這樣一顆一顆 我們稱這個叫像素 像素 那另外一種我們稱作什麼 像量的 那像量其實各位會比較熟悉 有沒有看錯一些Flash的動畫 有沒有 Flash的動畫 那種放大縮小不失真 放大縮小不失真 它就是靠什麼 數學去運算的 它就跟這沒關係 因為我們如果是點正圖 它會有一個情形 放大了會變成馬賽克 好 變馬賽克 那這是第一個 你要了解 那我們剛剛有沒有考驗過長層寬呢 所以像素 幾百萬像素是這樣算出來的 那所以說呢 解析度是跟列印比較有關係 我們一般螢幕上的 一般螢幕上的 早期是72dpi 或者叫PPI 螢幕上來講是用PPI 你如果是要列印出來 我們就變成所謂的Dot Per Inch 每一英寸多少點 這個有點像我們的那個什麼 密度那個概念 有沒有 各位理工的應該就比較清楚 密度的概念 你密度越高 代表什麼 裡面的東西越多嘛 分子越多 那一般我們螢幕上是72 或者是96 就是Windows 7以後都是96 或者應該好像是Vispa吧 96 Mac也是96 所以我們這邊解析度分就不用太高 可是如果你要做印刷 比如說你要做報告 我們一般透過印表機印出來 我們就是120到150左右 120到150dpi 因為各位有沒有一個經驗 如果你從網頁上把人家的圖片複製下來 列印出來 品質是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它不像照片就是那個印刷的那麼好 那如果你是印刷的 我們大部分就用到300dpi 像我們之前有在寫書的話 我們在抓那些圖片 我們就把它變成300dpi的 這樣子印出來的 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還有像我們一般的雜誌啊 有沒有 你可以很明顯比較看看 雜誌跟報紙 哪一個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一定是雜誌嘛 對不對 這個是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解析度越高 代表什麼 它的像素要多一點 要多一點 因為呢 我們現在照片 一般的照片都是72或96 所以為什麼現在尺寸 照片的尺寸越來越大 幾百萬不夠 還要上千萬 因為它的這個要除以300啊 對不對 如果我平常除以72或96 我可以在螢幕上顯示很大 可是問題 我的這個除數越大的話 我能夠列印出來的 是不是就相對又比較小 這樣你了解概念了齁 所以這個是我們所謂的那個解析度的那個部分 那這裡呢 有一個簡單的比較圖 就是如果我的點比較少 點比較少 看起來就像這樣馬賽克 點比較多 它就可以把它分佈得比較清楚 好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這一塊的一個差別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有沒有 剛剛我講的就在這裡 好 一般我們大致上印表機印出來的齁 就是你要做報告用的 120到150到200 這中間其實都OK啦 都OK齁 那報紙的部分大概就是300dpi齁 那個雜誌 所以呢 如果你的像素越多 你就可以列印的比較大一點 那當然公式的部分 你喜歡看再看 再研究 我們不管它 OK 所以這樣你就知道為什麼 剛剛我們在這邊選的時候 你要做海報 要做那個 為什麼它尺寸要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線上編輯 它的dpi 就是那個螢幕解析度都相同 所以它就把長跟寬怎麼樣 變大一點 那到時候你要印的時候 就可以印比較大張 這樣OK 先有概念 大家好 你可以問一下